周期赛比赛中北京时间8月21日,2018年奖家达亚运会小组赛,中国南篮迎来首战,依靠最后时刻的罚球,最终红队以82比80显胜菲律宾南篮,取得亚运会南篮小组赛开门红的同时, 继续保持了44年以来,在亚运会上对阵对手保持不败的记录,此一作为本届亚运会南篮三场NBA级别球星最多的一场比赛,周期命中四季三分,砍下了25分12篮板,并送出全场最高的气色盖帽,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什么是NBA级别球星的实力? 手机一上来,一看克拉克森一拱一柱让中国南篮无比一落后,同样是NBA球星的周期坐不住了,他先是利用刘志轩的突破分球,埋伏底角三分射入,随后看到克拉克森大不流星,杀入内线丝毫不顾及自己颜面,一招对方破坏系出手动作之后,直接一个打冒把前者的抛头披头盖脸 也擅出了解外,也正是这两个球,奠定了火箭出品的周期表演的基础,凭借滚烫的手感 他先是在左翼45度等地方,连续命中了四季三分,被队友们十二头领中的甘大手感挽回颜面 之后见主防他的斯坦的哈丁格一副不服的样子,开始在内线单打 周期依靠一双长臂,让对方使出的包括后仰,勾手动客呢? 比开被封改的技术动作全部换为徒劳,最终连续三次又给对手品尝了中国式火箭的味道 即便是有菲律宾男蓝迷你奥尼尔,之称的贝尔加,依靠身体杀入内线想用抛头打开中国队篮下空缺 但没成想到投篮,还是没抖过周年把的这天大帽,单单上半场,周期就有17分级篮板,二助攻六盖帽 不过,由于在攻防两端出现,了绝对的统治力,再加上中国南篮后场球员的防晤一板 一边在战后周期成为了对手的主要限制对象,但这并没有完全扼杀周期的进攻能力 比如第三节还剩下两分多钟时,他利用赵瑞的掩护,绕过斯坦的哈宾格的残照 接到孙明辉的底线球直接压着补防德克拉克森红接爆口的手 莫杰他还上演了从三分线外持球敲杀内线,一攻不中二次进攻直接补扣的好戏 不过这球被对方提前犯规 此外,周期的侧应能力也开始显现出来 作为一名空间型内线,他在下半场提到高位之后 让内线的王哲联得一松了口气,完美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全场下来,周期获得了13次罚球的机会,并且命中了其中的9球 一共得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最高的是二篮板,以及全场最高的七次盖帽 绝对的NBA级别球星的表现,其实在比赛之前,广为球迷看好并且被捧得有点高的 其实是来自于骑士队的后卫克拉克森 本场比赛,克拉克森打了32分29秒,25中时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8分 此外,还有8篮板4助攻2强断的数据入账,仅从技术统计上来看同样是出色的表现 不过,他并没有翻演就是,主的角色,反而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犯规 把赵瑞送上了罚球鞋,结果被罚球准决杀 因此,综合来看,本场比赛表现最好的那个NBA球星,显然属于大魔王周期 按照赛程,中国南篮将会在北京时间的8月23日对阵哈萨克斯塔南篮 如果周期能够保持本场比赛这样级别的状态 中国南篮拿下两连胜或许会很轻松 再见 再见